早 好我们现在就台北市的阳明山 那可以看到阳明山整个呢 都被这个浓雾笼罩了 可以说是白茫茫的一片 我们刚刚呢 在这个上山的路上啊 发现整个这个路上的 这个能见度其实是非常的低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阳明山 这边的这个观景台 其实原本从这个观景台往后看呢 是可以看到这个竹子湖的 这个山下人家的这个生活的状况 但是今天因为浓雾啊 这个雾真的是太浓了 所以呢整个是白茫茫的一片 可以说是这个能见度非常的差 那阳述台风呢 对北台湾的影响原本是预估呢 在昨天的这个半夜的时候呢 就会开始起了大风大浪 但是呢由于这个中央山脉 挡住了这个大多数的风雨 所以呢 北台湾这边的这个风势跟雨势呢 会在今天这个上午之后 开始变得比较明显了 尤其是在天亮之后呢 在阳明山这里 是开始出现了一些间歇的 这个强阵风 还有这个豪雨的状况 加上这个浓雾啊 所以呢整个上山的整个能见度呢 基本上那个车子的车速都放得非常的慢 那我们现在呢 在阳明山的这个登山步到这里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光是这个登山步到这里呢 就是这个蛮 雾也是蛮浓的 但是我们刚刚呢 甚至还直击到了 还直击到了呢 有民众 因为觉得北台湾在天亮之后呢 这个风雨才慢慢的变强 所以在今天这个早上的时候 还有人来这里登山哦 那现在阳管处的人呢 也会不时的来巡逻 就是希望呢 这个民众不要想说 这个北台湾早上风雨还那么 还不那么强的时候呢 就赶快来登山 这样子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那以上是阳明山这边的最新情形 我们下期再见